美股三大主要指数周一上涨 由Alphabet和特斯拉这些大型成长新股票 指称了纳斯达克指数的反弹 各股方面,随着消息指出 苹果公司正在商讨将Google的Gemini人工智慧引擎 简直到iPhone中,Alphabet公司股价上涨 另外,昨日回答GTC大会召开之前 由于投资者对公司发布的消息抱有很高的期望 因此维持了强劲的涨势 接下来看到焦点个股 可以看到当天市值增加最多和减少最多的公司排行 看到全球财经大事 以及近期汇率利率 来到台股盘市 明天为三月月结算 加全收盘最后低于周线 周线呈现了横盘整理 要留意后续盘面是否持续整理 贵买就相对强势 占上了周月线 并且上涨有放出成就量 puts ratio为130.5 选择全位平仓19800puts 增加5421口 最大位平仓为19600puts 而19900扣增加2523口 最大位平仓在20100扣 变动区间为19800-19900 近几日挥达GTC大会备受瞩目 代工大厂合硕与挥达携手合作 合硕股价今日涨停 创下历史新高 挑战百元位置 筹码面近期呈现主力买超散户卖超 可留意近期口号指数上涨后快速回落 但局限慢慢往上拉抬 投资人要多加留意 加全波动后续是否有逐渐放大哦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 拜拜 点亮你的财神灯 5月31前新户送666手续费折底金 成交在送30天五财神线上点灯 台股单月交易美满10万元 美股美满1000美元 送1元某某币 不翻新救户接口登记参加 累计无上限 快来布局你的财富口袋吧 年轻人最爱的证券频道 YouTube搜寻口袋证券